那我在美国几年就是宜居 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 我不会在这里拿什么绿卡 拿护照 为什么呢 我学完的时候 因为英文不好 很憋 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 以前 没有 我不吃狗肉 不要这样看我 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 你只是爱偷狗 就机名狗盗之徒 在哪都好混 精明 后来当讲师 也拿了最佳讲师 那学校看我毕业的时候 就叫我说要不要考虑 假如我楼下来 他们会替我办 那我只有当天 也考虑了两个钟头而已 那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 楼下在那边八年了 有时候讲课 我还一边讲一边心里在笑 心里想这些养鬼子学生 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 然后我就决定不要了 我就回来香港 敞荡江湖 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 我就想回来见证 这么重要的时间 确实说的 这个英文不好 是不是头一个问题 我想比英文不好 更运动是钱的问题 如果你钱很多的话 英文不好 你遭样可以到处移民 然后就听人家的话 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 但有两个图结 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 第一个不管什么女的 只要愿意给你两个同居 都可以 然后你跟他学英文 你给他干活 选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就是美国同学 他美国同学不错 银河 我觉得是银河 没错 第二个是最简单的 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你买一个最便宜的核白电视机 因为那个采出电视机很贵的 然后你有事没事 电视机开的在里面听那个吐口秀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的英语大概就十句话而已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 特别穷 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 真的 那当然 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 但是 穷着站着睡了 没得躺着睡了 房间太窄 他用站着睡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腿太长 房间太窄 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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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米 十五平米的房子住两个 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 一米八的 而且你知道那个房 就是 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 用掉我工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其实日子 日子是过得很苦 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 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那香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么厉害吗 96年的时候 你讲 你要去问路 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 是直接弹开来 他害怕 为什么 我不曉得 他抢他钱 不是 非法移民 怕他割 割他的肾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一栋大楼里面 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城市 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 可以回答我问题 我就跟他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 弹到最里面去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在当年 这个实际到今天 也可能也有残留 就是香港人啊 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 我还曾经记得 就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 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 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 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 这个女歌星啊 跟我一起录 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 就是到了我的台词 我上去了 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 那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他拿这个纸巾 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 他这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非碟 非碟 不是 他就是 你臭不臭呢 那时候 我是臭啊 就是也不注意个人卫生 好几天不洗头 对吧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哇 我说你至于吗 在这儿录完了什么什么 啪 马上弹开我 就像你说的这样 我想起来 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 就是 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 英文跟广东话 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真的觉得 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 而且有距离的 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先谈开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我刚到香港来之前 因为我在广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会说白话的呀 但是你会听啊 你就认为你会讲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 所以呢 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 著名的这个故事 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 我哗 给他砍了半个小时 最后就教你说 哇 窦先生 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 所以我觉得 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脱离自己的舒适带 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 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 这个尊严吧 要去学当地的语言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 没少受罪 连女孩都欺负我 我们到茶餐厅去 点菜 他们就 你点吧 我想吃那个 点一盘那个菜心 他说点 跟他讲说 欧阳酥酥酥酥 菜心叫酥酥酥酥 除酥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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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 你不可能随缘的 他说这个事 我问你们两位 在美国这个生活 你觉得最初的时候 这个最受伤的事 你记得吗 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 讲几个创伤 因为我创伤太多了 讲一个还是讲两个 还是讲三个 定春秋 要不是春秋吗 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 就在皮子堡大学上课 上那个基础课 就是我们读布式学位的基础课 我们班上 大概有三二来个学生 外国学生 大概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 是三个亚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拿的是 皮子堡大学 大学校长的讲学级 全大学最高的讲学级 然后在班上 一句英文不敢讲 一个问题不敢提 老师部子周园听不懂 两个星期下来 班上两个白人同学 难得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出最高的奖金去 他们自己是要付修费的 那个眼神 虽然我不懂英文 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 那意思就是说 像你这种白痴 也真的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 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 他直接讲 不 我就要多懂他的眼神 你觉得他心里是 丁老师翻译出来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点都没有误多他们的眼神 眼神是有缘的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以证明啊 可以证明啊 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 这是第一个受迫害 你要问我多得很啊 加一辉来一个 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 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 我最喜欢那种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 我还不是人家的钱啊 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帮嘛 蛮有趣的 我那个脸皮比较厚 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 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 我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人家这样看 我一定想约 约我吃饭什么 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 是什么 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 一起读博士班的 有一次不晓得一些 小矛盾 小冲突 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 你看你家会 整天对有我们香港自己 中国来的学生就臭的脸 黑格上里就说我黑口黑脸 她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 我说有吗 她说是啊 你看那洋人就笑口咪咪 就是我很儿子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很受伤害了 为什么呢 我不觉得即使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 可能会笑容比较多 为什么 广东话说 以兽皆仇 以兽皆仇 英语不好 有时候别人讲 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 我就只好笑了 特别的友善 特别 对 当然了 其实我根本听得屁啊 根本不懂他讲话 那别人看起来就是说 你对洋人从洋媚外 对我们自己人 黑口黑 黑口黑你 我觉得我蛮伤害的 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 我帮你跟你讲那个情况 我们倒遇到一个 住在一个楼上 我们那个三层楼 那个第二层楼一个老王 我们不好讲名帐 名帐我记得 他是东北来的 他是学那个 汽车拖拉机专业的 这哥们喊 这哥们比我们 当时要大个社来岁 他已经是中年人了 我们那时候小青年 他跑到美国去以后 他英文比我们还差 但是他胆特的 每个周末都起 跟您一样 他和临走的时候 就做了一件 特别有趣的事 这在皮士堡 人人皆知 就是华人 人人皆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立定为 回来以后 要当院长 他走的时候 当然是系列的副主任 说干部 说你到美国去 美国很腐败 要终于不要给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辐射回来以后 就麻烦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就跟那个 薛晓的那个卫生所 要了一大堆的 那个病院套 卫生套 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 然后随着都跑到美国去以后 好像没什么机会用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他是访问学者 就是十个月就要回去了 不我们是多学位 临走的时候 我们到美国去 跟美国人学 就叫Yad Say 就临走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 不要的东西 就放在那个 前面花园里卖掉 他把所有能够 东西拿着都卖 其中就包括 来带上一大包的 我被奔赏套 过期了吧 我们一看以后 就伤眼 说老王啊 这个东西不能卖 因为这个传染病的 他说我这也没用过 我们讲 人家也不知道 美国人不知道 你这个在美国卖了 也不在中国卖 我想起来了 他马上回去以后 就拿一个大白纸牌 然后就用大那个 出了那个笔就写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 那才新才的 这就像有些观众 这个黑我 说我的大脑醉之前 因为是新的 从来没用过 从来没用过 但是 这个我 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 这句话没用过 可以很幽默 黑你 可以很哀乡的 有人说全世界 最短的小说是什么 从来没用过 对 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 据说是他写的 那么 就是说 那个两句话 就是那个 一双 一双婴儿鞋子 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 一双婴儿鞋 从来没用过 这有很多故事 很多想象 想象 那当然 对 到底什么回事 到底什么回事 是买的浪费吗 还是那个婴儿 很不幸去世 整个马上 他什么都没说 所有的故事 都有可能想 老海的小说 做出来 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 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 你的大脑 never used 我们就想 但是你知道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 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 你到了那 就是你看我在香港 对吧 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 还能通行江湖 能应付一下 我有过一个体验 就是说 你真到了美国 就是英语不行 什么叫寸步难行 我约略能够想象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 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 我们一起出公差 我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 我当时就发现 如果我要去了 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 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 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 一直到 即便到你回房间里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是半夜 鲁豫在我面前说 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 逛街就逛 在挪威奥斯勒 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 仅次于你的智慧 妈咪你们好 他带着老婆的两个孩子 他要喝牛奶 他英语也不行 那根本讲是挪威语 挪威语很难很难讲的 我都听不懂 他后来讲了好半天 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 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 什么不带脂肪的 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 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全脂脱脂 就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搞了半天 对方那个傅文听不懂 结果和他来想这个举照 孩子要喝什么 就喝妈妈的那种 然后他说 我跟我太太要喝 非常生动 这是脱脂的吗 脱脂的 他认为这是脱脂的 这是牛的 这是牛的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 然后傅文一看起来 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 光玫你讲 真的不一样 没有 我刚才只是 我只是想要讲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 懂当地语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个 也是在美国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很 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 去检控你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 就我们看见离开你的车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 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 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执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 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顿 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 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都是 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 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真的就是 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 为什么你比如说 你像这个出国移民 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 但是我去过一次 你摆一次 香港 你摆一次 我不用 我不用 我给你说 我们公司 我出公差去美国 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 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 我就跟嘉辉说的 说对老外笑脸相迎 我们去派我去公司 派我去美国 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 一个选美比赛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的秘书 把所有的都办好了 早上六点 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 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个英语不太好 就是像你说的 人家说这个外国人 你见到他要笑 对吧 要笑 然后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 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 长得还挺漂亮 我怀孕的 那个女的见到我 她一点也不笑 瞪着个大眼镜子 这么看着我 然后她就问我一些 我也听得半懂不懂 然后问我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说你这个去 有没有收入 我说收入 收入是我的 company给我的 她说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 还是在美国给你的 什么什么的 我管她在说什么 然后最后就说急了 就是说那这个什么 你就挣钱 还是不挣钱 跟我说半天这个事 最后问我 你这个工资啊 什么的 我好像是问我 这工资是多少 我最后急了 我就跟他说 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 他爱给多少 给多少 不能的 违法 走了 最后我们公司秘书 就说怎么回事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出公差 给拒签了 后来他就说 我后来就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 香港美国领事 那个美国领事 后来就就就说 说这个女的 就是首先 他怀疑我动机不纯 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 然后呢 说关键的一个怀疑 就是说 没有理由的冲他 痴迷痴迷笑 他就觉得心里有鬼 没有 我跟你讲 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 这种误会可大可小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 去杀威夷 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 表情的误会 还有行为的误会 干嘛呢 我下飞机 你要检查行李 路径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 那个海关 看我那个行李 然后瞄我几眼 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 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 你看这样 扎得起眉弄眼的这样笑 然后呢 他突然本来对我笑 突然不笑 凶起来 脸凑起来 干嘛呢 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 把我抓进房间 收身 全身收 身体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象的他都收了 那我无所谓嘛 我清白嘛 深正不怕影子歪 收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 没关系 因为我心里想 好啊 你要求了 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 你要看就看嘛这样 然后呢 收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 清白他出去 那老外也很好 那给我道歉 说抱歉 给你带来麻烦 我说到底 发生什么事啊 原来他指一下 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 发现有避孕套 他说 刚才丁吞秋卖的是吗 没用过 没用过的 没有用 但是你带的 可是你带的是用过的 里面原来过程里面 我记得他检查 不是有安全套 有犯法吗 不是 第一个我很年轻 第二个 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 他说 我记得他搜行李的时候 问我 你有女朋友吗 在美国有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 然后后来他怀疑 原来他怀疑 我用安全套来运毒 常在身体什么地方 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 怎么会自己 从香港过来 要带着安全套 那他不了解 讲回来过 所以以后我都警告 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 所以你看 听上 这移民啊 我看那个字 这个求外移民 其实中国人这个桥子 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是一个人 这个地方是那个桥 那个桥桩打扮的桥 对 所以你要移民的话 可能就是跑人家 过去桥桩打扮 又伪装出来 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 你知道吗 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 我跟我相信 我跟我相信 丢老师今天能发财 我帮你要 我帮你要 但是你讲 对不起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 法律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 很重要的例证 你知不知道在美国 我不晓得你 有没有带你的随从 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 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 是吧 他出门十几个 我就是鲁越的随从 不是 你如果真的有随从 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 你最好问问清楚 因为你可能需要 付他额外的工资 按照美国本地 那个州 那一个州 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 是不一样的 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 按州心付给他 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 或者是有人检举你 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 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 大官司 不是小官司 大官司 所以有一年我因为 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 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 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 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 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小时 是八点多美金 我就按州心给他 他一直跟我说不用 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 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 他一直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用用用 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做完了 他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啊 你们说今天中国的经济也好起来 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 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 就是你看 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 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那不用我们后来 那个作者姓曹的 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 年过七旬了 回来了 回来在北京 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纽约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说 照他的观点 他就说 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 叫做儿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战场 老年人的牧场 就坟场 老年人的坟场 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 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 这个好 他说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 都是负债的 就是在美国 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是个人 你要一没这个工作 你立马成孙子 就是因为你房贷 车贷 学贷 就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 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 你就丁老师 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 当然 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 老华侨们 你看到老华侨们就看出来 当然那是个老华侨 大部分都还是 所以劳工阶级 在中国餐馆 打工的就是老华侨 你发现 很多的老华侨 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说回到故土 我这点钱 也能够吃 我们每天 喝点小酒 溜溜狗 走走路 是吧 在美国就很惨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 那就现在 你那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今天中国富起来了 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 通讯啊 都很发达了 很简单了 是吧 还应该不应该移民 需要不需要移民 移民对不对 好不好 我一直坚持这一点 如果 在你自己看起来 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 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 试一试 试一试 试成功了 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气 是不成功你再回来 从外移民给的钱不少 是不成功你再回来吧 交去费嘛 我觉得先移居吧 先移居 再考虑于移民 因为我觉得看世界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世界那么大 你哪知道 哪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 你不是 你永远不知道 我强烈建议 现在有本事的人 不要一天他们讲 哎呀 我明年移民到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这算什么玩意 全世界都知道 你有本事 现在移民到非洲 最偏偏的地方 到那地方当球杂 那才是大牛 是吗 我估计那个能免签 是吗 直接非洲移民欢迎你 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讲的 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 不服回那种感觉 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 衣警还乡 现在不是吗 我可能去 为了某些原因 安顿了小孩 或者说拿了护照 飞来飞去 现在都是在城市 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 所以刚说 其实移民假如 不管叫移民 叫移民还是移居 有一段 在外面生活的经验 非常美好 所以其实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么一句话 这个中国人 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 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就是说 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 都会有华人 这其实从历史上看 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 还是不发达 都没有关系 最近你看 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 就说我们过去认为 就是说中国好像什么 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 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 比如说明清时候 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 其实说中国人封闭 是一个误读 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一边丝绸之路 或者说是这个海外 比如说宋朝南宋 这个中国包括这个正和下西洋 就真正说那个海禁 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 大部分中国历史上 大部分的时候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 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 他们也往海外跑 对吧 就南洋华人 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 他一样都往海外跑 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 从这个历史上来讲 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 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 已经遍布全球了 你看他说有太阳地方就有华人 现在没有太阳地方也有华人移民 就是北 就是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没太阳吗 那个地方 鸡业的时候 对对对 你像那个实际上 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印象多深刻 一部人类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 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 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 人多嘛 对 你们两位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是吧 面色菜绿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他当年你知道在跟名人啊 曾经同居过 跟这个王 新年还是李银河 李银河的父母 这个已经去世的那个王小波 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进 I don't know Serg I don't know I don't know